歡迎收看手機遊戲FreeFile 我是蠟絲,我是鳥絲,希望大家玩的是FreeFile的經典模式 那今天是所謂的安駕吃雞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邊玩邊講解吧 Let's go 先跟大家講解一下安駕吃雞的規則 這安駕吃雞簡單來講就是我會去打經典模式單人 然後大家可以選擇讓我跳哪一個點 不論是B大街、山頂、加工作坊、造船廠、天文台、停機坪、水上部落、工廠、發電廠都可以 總之大家留言要留三個內容 第一個你要指定我說 尼亞斯請你跳哪個地方 要說出一個正確的名稱 比如說山頂或是B大街或是哪裡哪裡都可以 然後再來請幫我選兩把槍 一把近戰一把遠戰 近戰就是衝鋒槍、散彈槍 然後遠戰就是步槍或狙擊槍或等離子槍 VSS都可以 就一定要幫我選兩把槍是一個近一個遠的 你不能只選說 尼亞斯娃娃尼N10014加N1887吃雞 不行 這兩把都是近戰武器 都不算遠戰 所以說這樣打會比較劣勢 那請大家在這部影片底下留言 到時候呢就是選中你的話 我就會下一集使用你的方式去 遊玩去打到吃雞 比如說你叫我跳B大街 然後近戰武器選 SPA12 遠戰武器選等離子槍 那我就會盡可能在那一場呢 跳B大街之後 我開始找有沒有SPA12 那如果沒有的話 我會先拿其他槍去打 那如果有的話 我會優先去拿那個 觀眾要求我的那兩把槍去吃雞這樣 那如果沒有 我就先拿我 有拿到的槍去打 然後想辦法去收到這兩把槍 然後打到吃雞 這樣子 那這一個系列的擊殺數應該不會太多 因為萬一沒有撿到 觀眾要求的槍的話 我就會一直去收物資 找看看有沒有辦法拿到這兩把槍 然後拿到了呢 再去殺人 因為這樣的話才算是 拿這兩把槍吃雞嘛對不對 所以這個系列的擊殺數不會太高 各位觀眾請不要太要求 太嚴苛喔 很難啦 因為你要同時找到這兩把槍 又要同時找到敵人 太困難了這樣 OK 我們的遊戲直接開始囉 好的 那這一場 這一集是第一集嘛對不對 那第一集呢 我們就會選擇跳 我自己想要跳的地方 然後我自己想要拿的槍 隨便拿這樣 那其實麻煩大家在這一集底下 留言告訴我說 你希望我下一集跳哪個點 配哪兩把槍 一把是近戰 一把是遠戰 記得一定要這樣配喔 對 好的 然後我到時候 就會選出第一集底下留言的 其中一個幸運兒 然後去使用他的方式去吃雞 對 然後麻煩各位觀眾 如果這一集沒有被選到的觀眾 不要氣美 也不要難過 沒關係 到時候我PO第二集的時候 麻煩到我第二集的 影片底下留言 再留同樣的內容 告訴我說 你希望我這樣子吃雞 然後我到時候再選這樣子 等於說呢 你如果 我這一個系列 拍到第四集嘛 你希望我用你的方式吃雞 你就去 最新的集數 第四集去留言跟我講說 你希望這樣吃雞 然後這個 孔子怎麼有點 有一把槍 可以 隔壁有一隻喔 他往後方拉了 他往後方拉了 欸 N1887啊 OK 聚集槍叫N1887 不是我喜歡的配槍 但是 先玩一下吧 沒辦法 有人 人呢 人呢 在對面 沒打中 喔 右邊落了 他下了一個 他下了一個 直接解決 他的那個 N10是有點炮槍 炮到了 他很被他打掛 OK 這邊應該可以稍微偷填包一下 看一下喔 巨箱子彈丟掉 有車 該不會他沒有包吧 他連屍體包都沒有欸 太可憐了吧 好吧 先滑上山好了 有人 先滑 先滑 滑掉 看到他了 再拉 他應該需要再多一點時間去補血欸 欸 凝膠 滑板 有 水 他應該在那個位置等我了 不過沒關係喔 我們先拉 我們先拉 再 欸 應該是不用修起來 直接往上拉 拉到最頂 看到他 應該就他了吧 沒人啦 然後有無人鎮壓機剛好 跑來助陣 可是 不知道會不會造山頂喔 希望他幫我造一下山頂 欸 後方有兩隻 這一隻比較近 這一隻應該是開車 左邊有一隻 看到了 全面 有抬到一箱 這邊通常會有一個護甲進行箱 這邊通常會有一個護甲進行箱 有時候會生 在樓下 不知道有沒有 欸這場沒有 要不就是被吃掉了 欸有有一個前面有一個護甲進行箱 吃一下吃一下吃一下 OK 直接三頭四五甲 三頭五甲可以 差一點上去 算了 樓上有人 樓上有人 在 在 這棟裡面 這棟裡面 有人 沒看到人啊 這裡面嗎 沒有人 這邊 沒有人 人呢 後面 後面 對側邊 這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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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了 有一個屍體包 那是敵人嗎 欸是耶 他直接跑在那邊 舔包欸 直接 在滑索上 三八 好我們今天這場 帶的技能不一樣喔 我帶凱莉的技能 跟阿洛克技能 還有主打 擊殺敵人 會 回血 就MP40 衝鋒槍或散彈槍擊殺敵人 會回血的技能 然後跟那個實況主的技能 就是觀看越多 擊殺越多 防禦力好像越強 就防爆頭跟防那個 呃 加那個 四肢的傷害吧 沒有人啊 人類 人呢 人都去哪裡了 有人 樓上有人 絕對有人 沒子彈啊 沒有人 哎呦 哎呦 沒炸死他啊 哦他在裡面啊 他把自己關在裡面啊 他把自己關在裡面啊 哎呦 有點兇啊他 你現在這個到底要怎麼跳 哎 嗚呼 來啊 哎呀 等一下 他真的還不死啊 他真的還不死啊 哼 哼哼 到底想怎樣 哼哼 這敵人有點 傲嬌喔 這敵人有點太傲嬌了喔 來啊上來啊 哇 凝膠超多謝謝 欸有一隻 欸欸欸 剛剛卡箭欸 大家有看到嗎 欸 我剛剛打 開不出槍欸 那剛剛是沒子彈嗎 不可能啊 剛剛那個 骨艙的對戰真的是有 有功恐怖的 那敵人真的打超快 我看 欸 我看到樓上有人啊 來啊 還沒死喔這樣 還沒死喔這樣 照一講死了吧 先拉回山上 我其實是有人 欸不可能啊 爆頭欸 怎麼會不會死 欸太扯了 欸 剛剛為什麼打那麼多槍沒死 啊贏了 欸各位觀眾剛剛有沒有看到 最近很愛 很愛吃我傷害欸 不只吃我傷害還 還會讓敵人的 那個射擊 穿牆我常常遇到 就是明明我躲到牆壁後面囉 那個敵人是站在 牆壁的另外一邊 他的 物理上來講 正常傷害來講 他打在牆壁上不會打到我嘛 對不對 就算是M82B也只會穿凝膠 不會穿牆嘛 對不對 然後呢 他我躲到牆壁後面呢 我還可以到 走到牆壁後面 人影正在牆壁後面 然後在牆壁後面 倒地死掉 對 他傷害持續到我牆壁後面 而且不是BSS 他是NASKA 對 他是NASKA喔 我有看喔 死掉之後看到NASKA 那個叫什麼東西啊 我們的留言啊 記得一定要留言告訴我說 下一集你希望我配拿兩把槍 一把近的一把遠的 衝鋒 散彈槍 然後配布槍或狙擊槍 或BSS都可以 或等離子槍 對 衝鋒槍的部分 近戰的部分就NP40 UMP NP5 湯普森 N1014 1812 N1887 這是主武器的近戰 然後不要叫我拿N1873 那個 副武器我自己會選擇 請叫我拿主武器的兩把大槍 這樣子 好啦那我們 就記得大家記得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要我怎麼玩 我們下一集影片再見囉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每天晚上6點發片 加入的話是早上9點 那現在暑假 假日的早上 暑假的話 平日的早上9點也會發影片啦 記得一定要準時收看 使用訂閱內容 不要用首頁 你打開Youtube的那個介面 是Youtube的首頁 那底下有一個訂閱內容 點下去呢 你就可以看到你每天 你有訂閱的Youtuber的最新影片 不然你看首頁的話 有時候出現的影片 是我一年前半年前的影片 那你就找不到我最新的影片 永遠看不到我最新的影片 你就會以為我消失在FreeFly界 對 好啦我們下一集影片再見囉 各位掰掰 拜拜